广东再次爆发外来民工大规模的抗争事件 中山市沙溪镇传出一位四川民工的孩子 遭到广东当地治安队员打成重伤身亡 因而引发警民冲突 26号事态继续扩大 上万民工包围沙溪镇政府 与上千紧力对峙 目前事态还没有平息 25号晚上 大批防暴员警组成人墙 与抗疫的四川民工对峙 警方最后发动攻击 民工则用砖头酒瓶等杂物还击 并杂毁机掀翻多辆警车 官方不断增援警力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 一手拿盾牌 一手拿警棍 见人就打 附近一家医院挤满了伤患 伤者有男有女 很多是头部被打伤 沙溪镇保住中路上 一个商家26号晚上告诉记者 当地商店都关门了 不敢营业 全部都要关着门 他们在那里打 见人都打的 所以都全部拉门下来了 没开门今天 都锁着门 不敢出去 肯德基沙溪分店的店员 26号傍晚则透露 公安局还要求他们 从下午开始暂停营业 要停到什么时候 还不知道 最终的那一刻就来我们餐厅了 公安局打电话过来 叫我们暂停营业 然后我们就暂停 对于这起激烈的冲突 广东中山市公安局 26号下午时口否认 中山市沙溪公安分局 则轻描淡写地说 还在处理中 我们还在处理当中 这其他方面的话 我们也不方便 打到你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消息 这起冲突起因于 一名十几岁的四川小孩 与本地小孩打架 当地质保会把四川孩子 打得重伤不幸人士 进而引发四川同乡愤慨 聚集抗议 消息还说 警方25号晚上的镇压行动 打死三个四川人和一个湖南人 新唐人记者徐峰正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